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顺兮 陈卓璇 白露 宋祖儿 网上虽然有绯闻在传 但他们不是恋人关系 两个人之前合作过 而且不止一次 算是朋友 刘浩然一直想在电影上有所突破 可除了看案系列 其他的都扑得比较厉害 团队那边也想趁着机会和周东与团队深入合作 交换影视资源 这段时间 刘浩然还是把逼格定得死死的 推了不少电影剧本 有投资方开天价找他拍古偶电视剧 也被他给拒绝了 此刻电影 只能等合适的机会了 和董子健合作的一部讲述友情的故事片 距离开机还有一段时间 目前 电影小声甘味竞争蛮激烈的 即使有恋情 也不会公开的 一 李一峰想留胡子 被经纪人坚决反对了 二 马天宇骂某个购票网站杀熟 会给熟客提高票价 然后有好几个艺人也自己去看了一眼 发现用助理的身份信息订票2000 用自己的身份信息订票是11000 他们怀疑是不是这些平台早就给明星设置高票价了 三 王俊凯休假的时候最常能睡上一天一宿 四 王冰冰大概率会被调回地方台 现在总台他的工作已经被其他人接手了